大家好,欢迎来到地球解说园 2001年11月20日,地球眼卫星在亚马逊雨林上空,捕捉到了刻在地面上的线 这些线看起来像是沟渠,它的周围有支撑着的土墩 地面上还有其他更长的线,延伸到了丛林中 卫星图片显示了一个长方形的高原,长约260米,宽约200米 就像是刻在地球上的几何方程 它的结构类似于古代的宫殿和寺庙,以及欧洲的城堡 但是,庙宇和城堡是发达文明的产物 它们不应该会出现在亚马逊河流域的中部 如此残酷的环境只能支持孤立的部落社区,根本无法维持大量人口 1925年,探险家弗塞特设法到达亚马逊和丛林深处 他的笔记中可能有线索,笔记中说 这些隐藏在丛林中的结构是座古城的遗迹 有什么奇怪的王国存在在这里的 有人认为,这座古城就是传说中的黄金火 南美洲曾因其丰富的自然金矿而被西班牙人视为殖民地 福塞特带领的探险队被多次派出 却以一场灾难告终,福塞特赢得了本地人的友谊 根据部落居民给他的线索,他进入丛林深处搜寻失落的城市 从那里找到的东西都记录在他的笔记里 他描述他曾爬上一个巨大的土堆 当他向外看的时候,又看到另一个土堆 连接这些土堆的是一些平行线 看起来像一条低道,埋在丛林里 福塞特相信他即将发现失去的城市 但这条小路把他带到了一个充满诗人族的丛林地带 他的向导们害怕了,拒绝继续下去 与福塞特交好的一个叫卡拉帕洛的部落那里 记录了福塞特和另外两个人 是如何下定决心继续向前行进的 后来他和同伴再也没有了消息 福塞特看到的土堆可能和卫星发现的土堆一样 这可能意味着古代城市的遗物 日质和卫星图像的结合 正在揭示这样一种文明的证据 在一个几乎和德克萨斯州一样大的地区 人们发现了更多的景点 从巴西蔓延到玻利维亚 这一发现首次证明了黄金国的存在 人类一直在致力于找到外星人 证明外星人的存在 甚至还要尝试与他们进行交流 但即便是高科技发展的今天 也没能实现这个想法 不过关于外星人飞碟的传说 倒是层出不穷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亚马逊与林事件 谈论这件事情 还得从一张照片说起 早年间两个来自英国的游客来到了巴西 在玛茂斯一带给几个孩子拍下了一张照片 本来是想记录一下这里人们的生活情况 但是当他们回去将照片洗出来之后 发现了震惊世界的一幕 照片的正中间是几个当地孩子玩耍讨论的画面 可是将画面放大 奇怪的画面出现了 差不多位于照片的正中央 有一个奇怪的影子 仔细一看 特别像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外星人 尖尖的下巴 大大的眼睛 瘦小的身材 另一侧有一个高亮度的物体 虽然看不清是什么 但是却格外引人注意 后来人们在谷歌地图上 也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在巴西隆多尼亚州的热带雨林地区 有一个非常亮的点 显得与周围的雨林格格不入 入眼看上去就是一个飞碟的形状 将照片和这个发现联系起来 人们自然就会想到 外星人再一次造访地球 通过地图的显示比例和专家的推断 如果这个亮点真的是飞碟 那它的个头一定非常大 其实在照片与地图发现之前 就有很多人猜想 亚马逊热带雨林 可能与外星人存在着某种联系 这样的推断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亚马逊热带雨林位于南美洲 占地面积超过700万平方千米 关联巴西 哥伦比亚等八个国家 直到现在 人们也没能深入到 亚马逊热带雨林内部一探究竟 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 有不明生物 植物 甚至还有原始人部落的阻碍 鉴于此 很多人推测 这里面很可能存在外星人的基地 谷歌地图的发现 更印证了这一点 之前人们发现的一些奇怪现象 都能用光的反射等自然现象解释 但是这张照片 暂时没有办法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 照片拍摄的附近 没有高建筑物 不存在建筑物玻璃反射 这之类的现象 即便是海市蜃楼 也得是某一处真实存在一个场景 难道外星人在其他地方吗 另外 谷歌地图上的这个亮点 也没有非常科学的解释 因为据调查 近期没有飞机失事事件发生 自然就不存在 飞机掉落至热带与灵机体 反光的可能 可是我有一个疑问 照片中几个孩子之中 最左边穿黄色衣服的孩子 在回头观望 如果这个外星人和发光体 真实存在 他是应该可以看到的 而小孩子的好奇心 通常比较强 看到这样奇怪的东西 他大概率会呼唤小伙伴一起看 拍照的两个英国人 也会立刻注意到 但是很明显 这孩子没有什么反应 所以你觉得 会不会是这两个英国人 在恶作剧呢 又或者说 有没有可能外星人真实存在 但肉眼不可见 只能通过一些特殊设备 才能看到 动物天堂却是人类禁区 亚马逊雨林为何如此恐怖 亚马逊雨林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森林 这里神秘而又美丽 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来此冒险 但对于普通人或新手冒险家来说 如果单凭满腔热血就深入雨林 恐怕死一千次都不够 接下来解说员就来带大家 感受一下亚马逊雨林 到底有多可怕 亚马逊雨林 位于南美洲的亚马逊河盆地 总面积可达660万平方公里 占世界雨林面积的50% 森林面积的20% 纵使强如得爷 也需要花上860天 才能走完整个亚马逊雨林 而毫无经验的普通人 只需要三个小时 就能在亚马逊雨林 走完自己的一生 首先出场的雨林杀手便是蚂蚁 很多人都不太把蚂蚁当回事 觉得一脚下去 就能对它们造成降维打击 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但亚马逊的子弹一颗不一样 它们平均体长能超过两米 如果你不小心被盯上一口 起码会腾上一天一夜 就好似被子弹打中了般 有些生活在雨林深处的原始部落 会将能不能经受十分钟子弹椅的叮咬 作为评判男人 能否通过成人理的标准 接着出场的便是雨林特有的大蚊子 它们跟蚂蚁一样 数量庞大 无处不在 无孔不入 叫人防不胜防 据统计 亚马逊雨林蚊子的种类 起码在三百种以上 它们随身携带着大量的病毒和细菌 能够传播瘧疾之类的传染病 如果没有穿戴专门的防蚊衣 你只会成为蚊子的移动血包 但蚂蚁和蚊子 还不是亚马逊雨林最恐怖 最致命的存在 亚马逊雨林的动物有多可怕 你现在所看到的 是一只足以毒死两万只老鼠的剑毒蛙 它们的颜色丰富鲜艳 喜欢一蚂蚁蟋蟀之类的昆虫喂食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 曾将它们作为宠物带到欧洲 然而剑毒蛙极其脆弱 对食物及生活环境的温湿度 以要求严格 走出雨林 对它们来说就意味着死亡 隔着屏幕 就能让人心生恐惧的蛇鼠虫椅 在亚马逊雨林比比皆是 这里就不一列举了 接下来 这位登场的重量级嘉宾 相信你 一定不陌生 它就是美洲豹 美洲豹又名美洲虎 是现存的第三大猫科动物 体重可达300斤 体长110至180厘米 它们是制霸南美洲的顶级猎手 即便在面对水中霸珠凯门饿时 它也毫不嘴软 人送外号鳄鱼终结者 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 猫科动物都不会游泳 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美洲豹不仅是为爬树好手 水下功夫也十分了的 下水抓鳄鱼吃如同家常便饭 它除了伸手矫健之外 咬合力更是恐怖如斯 可达600多公斤 一口下去足以穿透鳄鱼的骨头 美洲豹算得上是猫科动物中的全能冠军 拥有老虎的力量 猎豹的敏捷 除了捕食鳄鱼 它们还会捕猎猴子 野猪 鹿等动物 它们通常独来独往 善于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 然后发动闪电般的袭击 如果你不幸在亚马逊雨林 碰上一头饥饿的美洲豹 下场可想而知 不过由于人类大肆砍伐森林和偷猎 美洲豹的数量日益减少 已经濒临灭绝 聊完了动物 我们再来看一看亚马逊雨林的危险植物 如果被丢进亚马逊雨林 你有自信活着走出来吗 亚马逊雨林的植物繁多 每平方公里 大约有7.5万种树母和15万种高等植物 茂密的树叶将90%以上的阳光 遮挡在外 丛林深处暗无天日 危机四伏 雨林的河水 还有大量细菌和微生物 不可直接饮用 水藤的枝叶 虽然可以用来紧急解渴 却也含有微量的毒素 如果嘴唇不小心沾到枝叶 会在短时间内肿胀起来 感觉就像被马逊钉了一口 雨林中最毒的植物 当属建毒木 人送外号建血封猴树 据说只需要一滴它的枝叶 就能让人在两小时内中毒身亡 当地的土著民 会把剑毒木和剑毒蛙的毒液 涂抹在箭头上 用于日常的狩猎 有时也会用来对付外来入侵者 他们熟悉雨林地形 跟我们一样聪明 且不受道德和法律的约束 所以如果你在亚马逊雨林 遭遇土著民 也同样会有性命之忧 近些年来 亚马逊雨林的面积 正在大幅缩减 速度达到了令人心惊的 每天120万亩 科学家估计 照这个趋势下去 到2064年 亚马逊雨林就会彻底消失 作为地球之飞 动物天堂 亚马逊雨林 虽然对外来的人类不太友好 但它的消失 无疑会为人类 带来巨大的损失和灾难 巴西人口激增 大面积伐木开垦 是雨林面积缩减的 主要原因之一 大量死亡的植物 会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 进一步加剧温室效应 贫乏的森林大火 更是让亚马逊雨林 陷入了走向毁灭的恶性循环 看似恐怖的它 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脆弱 或许不打扰 才是人类对自然最好的保护 相信很多人小时候 都或多或少地听说过这样一则 关于越南军队的传闻 说的是在越南战争时期 在打游击战的越南女兵 如果不小心被俘虏了 那么这个时候 越南女兵会直接脱掉 自己身上的衣物 那么看到这里 可能有人会说了 被俘虏了 不应该是拼死抵抗 或者是苟且保命吗 越南女兵脱衣服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难不成这样做也能保命 在越南女兵在被俘虏了之后 真的会像传闻说的那样 主动退去身上的衣物吗 20世纪70年代中叶 越南结束了抗美战争 他们在实现了国家统一后 就把中国视为头号敌人 在这期间 中越关系急剧恶化 中国边疆的和平安定 以及人民的生命财产 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随着越南不断骚扰中国边境 我们为了保卫自己领土的主权完整 于是不得已才出兵自卫 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 在战争初期 越南军队自信地认为 能打跑美国侵略者 完全凭的是自己本国的实力 这次他们回尸北上 一定也能吞并整个中国 在这种精神的洗脑下 越南军队开始向中国边境集结 但他们明显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在中国军人进场后 越军被打得节节败退 当时的越军和其他国家的军队 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那就是 他们军队中的女兵 占了足足三成 在作战时 这些女兵的作战手段 都不走寻常路线 有些行为 甚至让不少前线军人都感到不耻 就比如我们 前面提到过的越南女兵 在被俘虏后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 不是想着怎么逃跑 而是以最快的速度 将身上的衣服脱了 并且还要脱得一丝不挂 也正因为越南女兵 不按常理出牌 这是在整个队越自卫反击战中 中国军队损失了不少的兵力 那么可能有人就会问了 为什么当年 越南女兵会选用如此极端的方式呢 解说员觉得 不外乎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就是越南女兵这样能打中国军队 一个措手不及 越南女兵因为长时间受到精神洗脑 他们坚信只要被敌军俘虏了 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生不如死的折磨 与其被折磨 还不如与敌人同归于尽 所以在这种观念的侵蚀下 这些女兵早就将自己的身体 当成了作战的武器 即使是在被俘虏了之后 他们也会想方设法的对中国军队造成最大的杀伤效果 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的 大多数都是年轻的中国军人 他们哪见过这种阵仗 所以在越南女兵脱光衣服后 中国军人都会下意识地将头转过去 毕竟中国自古推行的都是男女有别 当军人将头转过去后 越南女兵会趁着对方放松之际 迅速捡起地上的机枪进行扫射 有些时候他们甚至会扯掉 战士挂在腰间的手雷拉环 从而和敌人同归于尽 可以说在越南女兵的身体面前 中国军队因为仁慈损失惨重 除了被俘虏后 脱衣服能与敌人同归于尽以外 他们脱衣服有些时候也是为了保命 因为他们在越南时期与美军对阵过 知道被俘虏后的下场非常惨 与其被动接受 还不如主动出击 说不定自己的主动脱衣服 还能讨好敌人 让敌人释放自己 不得不说 这种做法对于美军或许有效 但是对于当时思想观念过于保守的中国军人来说 这种做法就有典型不通了 因为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 女子应该庄重优雅 而不是在众多男性面前坦胸漏背 在解放军害羞转头之际 这些越南女兵有两个选择 一是直接不穿衣服逃跑 二是比较极端的直接拿起武器作战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 越南女兵在被俘虏了之后 直接原地脱衣服传闻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经历过多次教训后 中国军人在战场上碰见了越南女兵 一般都是俘虏后直接无视 总的来说 战争是非常残酷的 每个人都在为了生存而战 在这种环境下 你永远也不知道 敌人会用一些什么样的招数来对付你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坚守本心 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战争带来的伤亡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帮解说圆点个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